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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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就是五千零四十八卷经书给唐僧 如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但要全副与鲁取取 但那方之人 愚蠢村将 毁谤真也 不使我沙门之傲之 意思是说 如果经书带回去多了 大唐齿瓜群众就不重视了 先 给他们一点点掉掉了胃口 所以 如来同志是饥饿营销的鼻祖 二如来这一关好不容易过了 观音同志却又来刁难 他的办法是查诈 蔡领导如来都已签完字 取经团队以喜气洋洋踏上灰图时 他突然把空中考勤队叫来 问他们 那唐僧四重 一路上心形合如 五方皆地 四支空草 六丁六甲 护教切难等不明白观音是何意 但各个都是老司机 赶紧达到 尾时心前制成 料不能陶菩萨洞察 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 真不可言 他一路上列过的栽迁患难 弟子已谨记在此 这就是他栽纳的步子 意思是说 他们表现如何 你自己看吧 观音从头到尾看完账本 然后说 福门中九九归真 圣僧受过八十难 还少一难 不得完成此数 吉令接地 赶上金刚 还生一难者 蜗牛在往期文章中就分析过了 这九九八十一难 其实是个糊涂账 有的把一难变成了三难 有的大灾难却没记下来 比如取道无字真经 这算是最大的难吧 账本里面却没有 如果说观音没私心 那请问 为何这最后一难放在了通天河 通天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 而是观音宠物金鱼精变身灵感大王观音头衔中也有灵感两字吃同男同女的地方 把新增了这一难放的通天河 难道真是巧合 更关键的是 还有一个老远等着他们 由于唐僧望的替他向如来问年寿 其实唐根本不敢问 一路之下 把他们全部先进河里 如果仅把人先进河里到简单 还可顺便搓个澡什么的 但里面有珍贵的金书 这就不得不让人多想 金书被大师了 唐僧只得拿出来在石头上晒 在这晒经过程中 又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 三先是由很多人来抢 原著是这样写的 诗图方登案整理 忽有一阵狂风 天色昏暗 雷闪剧作 走石飞沙 虎的那三档按住了金包 沙僧压住了金丹 八戒牵住了白马 行者却双手轮起铁棒 左右护持 原来那封雾雷闪乃 是些阴谋作号 欲夺所许之金 老壤了一夜 直到天明 却才止息 第二天早上 唐僧衣服全打湿了 战战兢兢的问悟空 这是怎么起 孙悟空气呼呼的道 师父 你不知旧理 我等保护你取获此金 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 可依与乾坤病酒 日月同名 受享长春 法身不朽 此所以为天地不容 鬼神所计 欲来暗夺之耳 孙悟空这番话说得 再明白过了 是有人要抢经吗 只是 抢经的可不是普通的鬼神 他们没有观音的默许 赶来血喷里抢饭吃 事情还没完 由于经书全部被河水大师 唐僧等人不得不把经包打开 将经书一本本摊 开放在石头上翻晒 在晒的过程中 又出问题了 三藏无疑 最收拾经卷 不期时尚把佛本行经沾入了几卷 遂将经尾沾破了 所以至今本行 经不全 晒经时尚有有字迹 佛本行经是什么经 他又称佛所行赞 古印度马明柱 以尸体叙述佛陀 及释迦牟尼行迹 并宣说佛教义里的经书 此经在古印度文学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一度流传极广 唐代义静说 他武天主南海 无不讽诵 这么一本重要的经 却将后面最关键的内容 留在了晒经时上 这仅仅是悟空说的盖先帝不全 就能解释的 为何其他经没被损坏 偏偏这本经损坏了 蕴含了什么深意 更奇怪的是 唐僧把经书送回大堂 李世民搭了台子 正准备请唐僧讲经 突听到半空中八大经刚喊 送经的 放下经卷 跟我回西去也 这底下行者三人 连百马平地而起 长老一将经卷丢下 也从台上起于酒消 相随腾空而去 唐僧这个丢字 非常传神 再次说明 如来的售后服务特别差 仅仅让自己二徒弟当了一回快递员 并没有 让他在唐朝讲解经书 宣扬佛法 李世民为何让唐僧取经 目的是召开水陆大会 安抚被他绞杀的游魂 保证江山永固 但是 星未取权 唐僧一枚认真讲解 他这个水陆大会的效果 真不好说 难怪后人续写了西游记 由于真经难懂 李世民的后代不得不中找取经人 前往西天求取真经 似西游记中的这个情节 并非无中生有 在玄奘取经过程中 也曾有经书吊在河里的波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唐僧团队所取的5048卷经书 并非像影视作品中展现的一样 两条白床单就包完了 而有一个庞大的体积 差不多要一卡车才能装完 那个时代 古印度的佛经 并不是写在纸上 而是刻在被多数的树叶上 所以也叫做备叶经 将备叶才减成大小一样的长方形 经处理后 刻在上面刻字 然后落成一落 上下各放一块同样大小的木板 中间穿孔捆扎起来 称为一家 广东西桥山宝峰寺 有一部备叶经 它长约40公分 宽10公分 厚10公分 比现在的图书要厚得多 因此有人推断 玄奘带回来的那520加经书 体积大约有2.08立方米 以长80公分 宽和高 都是50公分的木箱来装 大概要装11箱 约50加文一箱 好在玄奘法师在古印度已经是名人了 借日帮不仅替他打通了回国的一切通道 还派专人护送他回国 并送了一头大象让他乘坐相当于现在的专车 但宋经团队在杜信度和金印度和时还是出事的 当船行至河中央的时候 突然风波大起 白浪滔天 船猛烈摇荡 最终将50加金书和护金的人抛到了河里 幸亏骑着大象的玄奘法师没事 原来平静的河水为何突然起波浪 玄奘过河后迎接他的嘉壁士王问他 你究竟带了什么东西导致河神发怒 玄奘法师说除了经书 佛向外还带了起花异果的种子 嘉壁士王一拍大腿 但凡有人试图把印度奇花异果带出国 到印度河就要翻船 后来嘉壁士王派人去乌长老国补超了遗失的经书 但这些种子却永远留在了印度河里 这也说明即使在佛教发源地的古印度 也是有所给有所不给